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喜欢上一个25岁的小伙子 俗称小奶狗 这完全颠覆了她的三观 姚兰兰前40年的人生可谓波澜不清 顺顺当当地读到大学毕业 找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又在家人的安排下和老实本分的男人结了婚 有一天她突然觉得日子过得死水一滩 40岁还没单独出过一次远门 一日三餐按部就班 床上的那点事从月更变成年更 男人更是无趣木讷 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 她对现实生活厌烦透顶 真想潇洒地辞职 任性地换个老公 把四平八稳的生活砸个稀巴烂 重新组装一次 然而呢 40岁的女人没有这份勇气 再然后 小奶狗出现了 姚兰兰在公司里做出库 小奶狗叫王浩 是今年刚进他们组 公司里的小姑娘说 王浩长得像一言千玺 姚兰兰不认识这个小猩猩 但她觉得王浩很养眼 有次组里的人聚餐 玩酒桌游戏时 姚兰兰输了 被罚喝酒 她那天身体不舒服 又不好搏大价 争嘴为难 王浩一把抢过她的酒杯 哐当喝了下去 王浩特豪爽地说 兰兰姐的酒 今天我待了 大家一阵哄笑 调戏她 自然比姚兰兰更好玩了 姚兰兰感激地看了王浩一眼 心里有个开关想被触动 伸出了一层又一层暖意 他们组有个自己的微信群 大家会在里面晒点美食 也会偶尔讲讲风凉话 发发牢骚 姚兰兰一般不参与 她在公司活了这些年 深知里面关系复杂 王浩出声牛犊不怕呼 哪懂这些玩玩叨叨 对某个领导多了句嘴 姚兰兰赶紧撕下和她说了 王浩不胜唏嘘 非得请姚兰兰吃饭 姚兰兰不去 多大点事啊 第二天早上 王浩给姚兰兰带了早餐 是她无意中说起过的 一家铺子的小笼包 姚兰兰心里甜出了果酱味 估计她老公都不会记得她的喜好 是从那次 姚兰兰开始关注的王浩 翻她的朋友圈 看她的日常 连她平时穿的衣服都留了心 这种感觉像少女突然炸开的情愫 那天姚兰兰穿了条蓝色裙子 巧的是王浩穿了个同色系的衬衣 王浩开玩笑说 呦 兰兰姐 咱俩 是情侣款啊 姚兰兰脸色一红 此不答意 哎呦 我哪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啊 你竟然有三十没 哎不 说你二十也没人信 尽管王浩的赛语很夸张 姚兰兰还是挺美的 女人的耳朵就是用来装甜言蜜语的 不管她是少女还是老妇 姚兰兰便又多出来一个特别的喜好 猜王浩第二天会穿什么颜色的衬衣 她好搭配同个色系的裙子 如果哪天碰巧猜对了 她一天的心情都是灿烂的 姚兰兰就是怀着这种怒放的心情 一路哼着歌进的家门 男人正在玩手机游戏 以前看到老公打游戏 都恨不得把她的手机抢过来摔个粉碎 现在她视若无睹 男人终于把脸从手机上抬起来 看看厨房问了一句 你还不做饭 为什么我要做饭 我是你的保姆呢 不做 姚兰兰没好气的说 男人赶紧站起身 姚兰兰不做 她得做 饭总得吃啊 男人做的饭 姚兰兰吃得没一点胃口 她突然想起来 那天早上王浩买给她的小笼包 味道不是一般的好 忍不住甜甜的笑了 男人奇怪的看了她一眼 这阴晴不定的 玩啥变脸呢 第二天是周末 姚兰兰她在衣柜里整理衣服 这阵子她执拗地配起了 王浩所有衬衣颜色同系的裙子 为了不那么明显 她有时候还会戴个同色系的发卡 或者穿一双一样颜色的袜子 大家都说她变得年轻了 年轻多好呀 才能颁配得上 这话好肉麻 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脸上不自觉地展露出 含苞带放的笑意 男人从后面摊出脑袋 缩手缩脚地说 你手机在外面充电 一直滴滴想个不停 别人有什么急事吧 姚兰兰嘴角的笑容瞬间掉落 男人会不会趁机看着她的手机 虽然她也知道 不可能有什么秘密被她发现 是她自己心里有鬼 的确是王浩找姚兰兰 她犯了错误 周五把一笔出库单搞错了 多出了两箱货 账摆不平了 姚兰兰说这事她帮她弄 现在就去公司 姚兰兰把账抹平 王浩已经将多出的两箱货 搬到了车上 直接拉去了批发市场 降低处理 也值几千块钱 干这种见不得光的事 王浩没让姚兰兰兰出面 毕竟她一个女人太显眼 还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让人过目不忘的女人 什么话从王浩嘴里说出来 姚兰兰觉得都是那么完美 哪怕他们是在干着腐败的勾当 事情解决完 眼看到了中午 王浩邀请姚兰兰吃饭 这次你可不能再拒绝我 不然我 把你吃了 姚兰兰扑直笑了 这话好挑逗 她没再矫情地推辞 在某个时刻 姚兰兰是恍惚的 好像回到了少女时代 和一个俊郎的少年 沐浴在午后阳光里 那场面多么美好 多么浪漫 如果不是男人的电话打进来 姚兰兰还在做梦呢 男人提醒她 车被她开走了 午饭后要去学校接孩子 她对男人的态度极其不友善 因为她打断了她的少女怀春梦 她用现实的石锤把她砸醒了 姚兰兰不情愿地和王浩告别 她要去学校接孩子 她搞不懂 为什么对王浩说这话时 自己会突然心虚 因为 共同守着一个秘密 姚兰兰和王浩的关系 突飞猛进地拉近了 她觉得好庆幸 王浩犯了错 她当了她的救世主 每天王浩都像活力元素 把她带得远气满满 解长解短地 叫得她耳根子发热 她拖着长枪 喊一嗓子 王浩 你把那个单子递过来 王浩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身上一脸的魅笑 她开始心痴神网了 姚兰兰觉得自己爱上了这只小奶狗 一天不见想得难受 如果 她是想如果 把王浩换成老公 一定能把日子过成一部爱情大片 姚兰兰兰为这个自己荒谬的念头呢 凌乱了 女人无味起来 眼前一片繁花似锦 看不见身后的深渊万丈 流言传出来的时候 姚兰兰还忙在鼓里 她上未经间时的 听到族里的俩人 蹲在臭气熏天的马桶上嘀咕 一个说 你瞅见没有 那俩人今天又穿一样眼色的衣服 当神瞎呀 另一个计划 可不是嘛 这女人平时看起来很正经 怎么一遇到这个小奶狗就把持不住了 哎 看来 女人一旦春心荡漾 那俩人笑得多欢快 笑得多隐晦 摇了辣 浑身的汗毛瞬间炸了起来 她几乎是仓皇而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在大家嘴里成了一个老牛吃嫩草的 不要脸的静人 办公室里的人都冲她温暖微笑 她却感到阵阵寒一袭来 手脚冰凉 姚兰兰突然发现 王浩开始躲她 先是她的吩咐不太好使 王浩总是把工作推了又推 中午吃饭也不再和她单独一桌 而是窜到其他的桌子上混搭 再然后 王浩不搭她的顺风车了 不知道哪里弄了辆自行车 说是绿色出行 锻炼身体 有一天 姚兰兰开车上班的时候 看到王浩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 有说有笑的样子 青春洋溢 什么叫做般配 这才是 姚兰兰心里的酸水 咕咕咕的往外冒 哼 说什么骑车锻炼身体 王浩根本就是移情别恋了 只是他们有过什么情吗 姚兰兰觉得好憋气 她在网上问了王浩 早上和你骑骑骑车的那个女孩是谁 她看到王浩瞅了手机 却没有回她 她凭什么要管她的私事 她是她的谁呀 摇来烂却上劲了 她端着一身 气势兴奏 度到王浩的桌子旁 拍拍她的肩膀 让她跟着到休息间去 王浩坐着没动 有啥事在这里说吧 她的声调有意很高 全办公室的人都听到了 空气顿是凝固 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 等着看热闹 姚兰兰站着 王浩坐着 两人僵持了将近有三分钟 最终姚兰兰被打败了 她还是要脸的 她转身走了出去 不用回头 她也能想到王浩的表情有多鄙意 那些人的笑有多的丑嫩 姚兰兰后来才知道 王浩找的哪个女朋友 是公司某领导的一个千金 难怪她要和姚兰兰保持距离 她可不想因为姚兰兰 把自己的名声给毁了 不值 从头到尾 真的只有她姚兰兰一个人 在唱独角戏 这戏还被她唱得有滋有味 炫耀无比 多讽刺 多可笑 她把那些用来搭配 王浩衬衣的裙子呢 一股脑子全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什么贴心的小奶狗 明明是没良心的小懒狗 姚兰兰没想到 和王浩的关系会变成这样 不像仇人 更似仇人 在办公室碰面 谁都不搭理谁 要多别扭又多别扭 年底的时候 有小道消息传出来 公司缩减人员 部门要合并 姚兰兰的部门必须走一个 按说 以姚兰兰的资历和经验 这种倒霉蛋的角色 根本不可能轮到她头上 可是 她却是第一个被领导找去谈话的 有人举报姚兰兰 私下多出了两项货 正是王浩犯错的那次 姚兰兰有十张嘴也说不清 因为是她把账抹平的 也有她的签名和印章 她能说是王浩干的 她背了黑锅吗 说了也没人信 只会让人觉得 她是在报复王浩对她的背叛 背叛 姚兰兰真想笑 这件事只有她和王浩两个人知道 举报的人还能是谁 王浩这么对她 就是为了向她的新女友证明自己多清白 为了撇清那些床丸中 他们的关系 太太太太 太奇异的人呆身了 一座火山正在姚兰兰的身体里爆发 姚兰兰等着在垫底口 一看见那个王浩出来 她一个箭步冲上去 狠狠地给了她一个耳光 那张漂亮的 曾经让她着迷的帅气的脸 此刻惊骇又愤怒地盯着她 王浩被这突发状况搞懵了 姚兰兰你疯了吧 你干嘛打人 姚兰兰也觉得自己疯了 待短暂地待着之后 她转身跑了 像个逃离了作案现场的犯罪分子 她听到王浩又在身后骂了一句 泼妇神经病 曾经在王浩嘴里 眉若天山的姚兰兰 此刻是只臭不可闻的虫子 姚兰兰坐进车里 浑身还在颤抖 她失魂落魄了 开了很长的一段路 才把车停在路边 她的脑袋嗡嗡作响 握着方向盘的手心 全都是汗 刚才失去理智的那一巴掌 把自己也打傻了 那么多人都看到 她像个疯婆子一样 和王浩凯斯出了天大的丑 情绪怎么就失控了呢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真是丢人现眼呢 姚兰兰沮丧地 拖拉着身体进家门时 男人还躺在沙发上 玩手机游戏 她没有看到姚兰兰有多反常 直到听见卧室里 传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 她冲进去一看 姚兰兰坐在床上 哭着像个肆无忌惮的孩子 那对被她扔进垃圾桶里的衣服 不知何时又被男人捡了回来 她觉得新衣服丢了好可惜 现在那些代表着 某个那些秘密的衣服 正躲在墙角愚弄地望着姚兰兰 姚兰兰拿把剪刀 把那些衣服剪了个粉碎 男人看傻了眼 姚兰兰真的疯了 从公司辞职两个月后 姚兰兰听说王浩接了她那一卷 连办公室也是在她过去的位置 原来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如果姚兰兰不走 离开公司的人 就得是最晚即来的王浩 浩一个一键双吊 姚兰兰小瞧了她 姚兰兰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四平八稳的生活终于被她砸烂了 她把整件事从头到尾 理了无数遍 能怪谁呢 如果当初她没动过那点心思 哪有那些如果 姚兰兰辞职回家之后 男人好像突然变了个人 她再也没见她打过游戏 每天按时上下班 回来就酸进厨房里去做饭 她做的饭呢 也没那么难吃了 有此下班的路上 她买了姚兰兰最爱吃的 那件铺子的小笼包 姚兰兰一看见 哇哇的吐了起来 男人真的搞不懂啊 这不是她的最爱吗 什么时候变成 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了 男人给她倒了杯水 又帮她拍拍背 姚兰兰回头抱一个感谢的微笑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平淡无奇 身边的风酒看得太紧了 难免有些乏味了 人生几十年 谁还能不犯几次杀 一时的心思跑遍 偶尔的做一做梦 还能重新回到正途 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婚姻正结吧 姚兰兰轻轻叹了口气 明天她也该重复找新工作了 不过才四十岁 什么都不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